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就在每天接拔回家的路上 到家之前正好会经过一片小花园 距离雅典机场线的Panomo站 大概也就是100米的距离 而顺着地铁站从Panomo到宪法广场 不用转车,四站地铁就可以到了 左手边刚刚指到的这个白色的最高的楼 算是这个区域的一个制高点了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房子 哪位粉丝要是买了这个房子 就妥妥的真的跟吞巴来做邻居了 这种房子是纯新楼 建成年限是2018年 也是在疫情之前 赶上疫情之后 陆陆续续还都是卖掉了 卖的也都是当地的希腊人 那么这栋楼总共七层 还有地下三层作为车库用的 现在唯一还剩的一个 就是四层的这个房子了 这栋楼的高层往上 基本上都是一梯一户 照例打开门就是它的客厅 这个客厅的朝向是向西的 因为要把95平米做成三局时 必然要牺牲一些地方的 比如厨房做成了开放式的 这样自然就会比较节省空间了 因为整栋楼是新的 所以它的装修等等 必然都是新的 用的材质还算是中档 不过开发商比较明确的表示 像油烟机包括像灶台 这个其实一般都是新楼 是包含在装修里的 但是这个是要用户自个儿去买的 但是有好处 就是这个燃气的管道是直接通进厨房的 也就是说对用明火做饭情有独钟的 这个至少省下了上千欧的改造费用 其他的像下水等等做的也算是中规中矩 不过用的金属的台盆 这个相对廉价了一些 然后只留了冰箱和烤箱的位置 洗碗机的位置是没有的 客厅有两个通向最大阳台的门 采光上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唯一遗憾的其实在刚开始设计之初 如果把它做成一个整体的落地窗的话 那就更气派了 因为这个楼本身就是比较高一点 而五层的这个位置虽然不是顶层 也普遍高于周围的楼了 所以视野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阳台其实是真的不小 但是它的宽度有点偏窄 大概也就在1.5米不到2米的样子 所以阳台可能不到20平米 楼下的这条路是吞爸每天揭拔的时候 经常走的一条路 它不算是主路 而是算主路上的一分支 左手边一拐就是进入主路了 Panoma的地铁站也就在那个方向 因为是新的设计 新的房子 所以像壁炉这种东西都没有问题 不过它有的插销 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完美 有些歪歪斜斜的 之前介绍这房子的时候 说是三居室 但其实有一居室 本来的设计用途是一个dining room 但是因为这个dining room 既有一个门通向那个最大的阳台 同时这个空间的评语数真的是不小 完完全全可以做成一个最大的卧室 再加上进来的时候那个客厅算上开放式的厨房 其实空间不小了 如果把这个改成卧室 就是使用率会大大提升 当然这也是一个自由选择了 所以开发商把这做成了一个活的推拉门 之后可以自己选择毒死或者留着 而通向客厅还有另外左手边的这么一个门 所以说其实开发商还是把很多可能性 做的已经很好了 这样所有的卧室的私密性得到了确保 卧室区内有两个卫生间 第一个卫生间是一个WC 没有洗浴的空间 但是这个地方其实还是不小的 他留了一个洗衣机的地方 顶灯也没有用主光源 而是用的这种射灯 剩下就是洗手盘吊柜 还有马桶的标准设置了 那跟这个WC挨着的是另外一个大的卫生间 这个空间的大小呢 包括整体的布局没什么可说的 比较中规中矩 而且这么设计呢 是因为这个两个厕所的这面墙都是外墙 虽然两个都不是名位 但是呢都增加了通风的设备 可以把潮气和湿气直接排到外墙以外 那主卫生间正对面的这个房间 就是他之前规划当中的第一个卧室 卧室的大小呢并不是说特别的大 但是放个双人床将将还是可以的 顶天立地啊 一面墙都是储物空间 大小觉得是够用了 而且啊 他用的这个滑轨和顶天立地的门 材质还是不错 上手的感觉呢很轻便 不过啊 里面的隔板呢 就相对来说啊 用的比较常规的这种板材了 五金件呢 因为是新房 现在肯定都是好使的 具体能抗多张时间 这只能交给时间了 那作为这个卧室啊 他会有一个阳台 小阳台并不大 而且呢是异形的 但好的地方啊 就是这边加了一个遮挡蚊虫的这么一个沙帘 所以它是三层的这么一个窗户 因为呢 我在看房子的时候啊 是下午 这个房子是东西走向嘛 那这边呢 是面向东边 所以下午这边啊 就没有什么光照了 但站在这边的阳台啊 可以清晰可见 伊米托斯山 所以早晨呢 其实太阳日出的时候啊 是可以看到太阳从山边升起来的 然后这栋楼的地块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这也是为什么啊 为了兼地下车库往下挖了三层 那这个卧室边上呢 就是规划的第二个正式的卧室 这个卧室呢 比刚才那个啊 要略小一点 但是感觉上啊 放一个双人床是可以放下 不过过道呢 就会变得很窄了 同样这个卧室呢 也连有一个异形的小阳台 朝向呢 跟刚才那个卧室一样 也是向东方的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这个阳台呢 面积略微的大一点 所以放个咖啡桌之类的 应该问题不太大 因为这个区域呢 正好处在雅典市中心的边界上 在过去一点就是哈兰德里 加上呢 离地铁比较近 交通呢 还是不错 所以应该是比较容易出租的 另外呢 开发商还算是比较贴心 预留了这个安全的报警系统 这样啊 以后直接进服务就可以了 不用再重新走明线 再重新安装了 因为这栋楼建成之后啊 就碰上疫情 所以呢 它也没太着急 其实是有暖气的 只不过现在暖气还没有装上 这个地板看上去啊 不好看 实际上是因为没有完工 它是完完全全的石木地板 这是石木地板的透气孔 开发商做完处理 才会进行交付 然后这个房子的能源结构呢 完全是烧天然气的 这就是新房的好处啊 能源选的是最有效 同时也是最便宜的 这栋楼应该一共有9户人家 每家都有一个独立的地库车位 还有一个储藏间 别看就这么小地儿啊 这开发商真是用足了脑子 这有点像日本的那种现代化小车库 这有一个升降的电梯 同时啊还能向左右滑动 然后保证车呢 可以直接怼进自己大的车位里面 这样就节省了车库的这个调头的位置 然后每家的储藏间呢 大概都在4平米左右 不过啊 这车库的出口呢 说实话是面临着主接 然后这个坡度呢 也是没有太大的办法 所以它做了防滑的处理 所以啊 如果开太大的车 或者手动挡车机一般的 有点悬了 而所有的电表呢 也放在了外面 没有占楼内的公共空间 梅花园公共空间小 同时还是独立的天然气供暖 这就决定了物业费啊 很低 每月可能在40欧一里 然后这栋楼的正对面啊 它就是一个公交车站 然后楼下这边呢 就是一个披萨店 而另外一边啊 就是各种这种小商小贩 然后各种小店了 因此来说 这个房子的便利性 肯定是没问题的 也比较好出租 甚至这样的位置和交通 都可以考虑做民宿了 因为实在这个房子啊 就在我们家边上 走路的距离 可能又是不到十分钟 所以这周边的环境呢 我比较清楚啊 然后离超市啊等等呢 是夹在几个超市中间 而且它步行去那个 open market的时间啊 可能也就是两三分钟 三四分钟 比我家走过去还要紧 但是呢 因为开发商这里面 所有的一些细节处理啊 还没有完全完成 它都是说在交付的时候 可能全都才完工 它一直拖着呢 这包括啊 像地板的这个抛光 包括所有的墙面啊 虽然已经刷过了 但是呢 交付之前可能要重新再补一补 这个时间上呢 就不太好说啊 因为开发商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办事特别不靠谱 但是这些都是小工作 所以呢 呃 即使他不去做 那正常找个工人 把这些处理一下呢 无非是从开发商那 讲价钱的时候 把这价钱给刨掉 也就是了 另外呢 这个房子因为比较新嘛 所以呢 其他的东西都不用花太多的钱 无非是软装 进一些家具 如果出租的话啊 就不需要了 但是唯一一点啊 可能要进行头一部分钱的 就是什么呢 这个房子没给做遮阳棚 因为它是东西走向 采光没问题 但是日出和日落的时候 其实房子还是挺晒的 估计啊 它这个阳台的面积 这个遮阳棚的成本呢 可能在1000到2000欧之间吧 大概就是这个范围 好了 那这个房子呢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就直接找我好了